太阳落山,夕阳西下,在外面跑了一天的老警犬黑子,拖着疲惫的身躯,趴回了自己的狗窝,静静地等待着今晚的牛肉鸡腿蔬菜会饭。 踏实的过二等宫的功勋犬,有伙食补贴,有警民共建的伙食补助,日均餐食标准75元,风雨不得阻。 猴乐家拍了拍黑子的脑袋,也拖着疲惫的身躯,回到了刑警大队的办公室里,自己烧了一壶水,泡了碗泡面,又撕了根火腿肠,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 饭吃一半,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。喂!猴乐家皱眉,电话另一头,是个平淡的女生,猴队长吗? 我这边是刑警总队指纹港,有一个拟线的指纹协查出结果了。 我现在发详情给你,你接收一下。 猴乐家愣愣地阴了,挂了电话,才赶紧打开警务通看内容。 只看两眼,猴乐家就丢下了泡面,三两步跨出门,点人道,老平,点几个人,抓人。 他是有身先士卒的习惯的,做中队长的时候如此,做到大队长也如此。 被喊到的老平狠塞了两口面到嘴里,喊着本队的刑警出发,自己抓了外套,边走边问,什么案子。 去年715的抢劫案,省理反馈回来的协查结果,人在驼山林场,是个林场工人,今天早上还有打卡记录。 猴乐家一边说一边走,那边路不好走,把皮卡开上。 好,老平应了一声,又是嘖嘖两声,这小子给我们玩灯下黑啊,这林场是今年联网的指纹还是怎么的。 现在许多工矿生产企业都被要求安装和联网生物识别系统,典型的比如煤矿,甚至到了安装红膜系统的程度。 猴乐家却是摇摇头,指纹是老早就在网的,今天才被比中了。 先抓人再说。 几人小步快跑得下了楼,已经跑了一天的老平发动了皮卡车,再虚了口气,问,要不要把黑子带上。 去林场说不定用得上。 猴乐家看向狗窝方向,黑子嚼着鸡腿,吃得正香,不禁迟一道,算了,黑子挺累的,让他休息休息,咱们先去看看情况。 老平揉了揉酸痛的腰,呵呵一笑,拧要是开车。 皮卡跑山,人跑山,凌晨,天已大量,嫌疑人才在训问笔录上签了字。 二十几岁的林场工人,仅有的一点反侦察的意识,都是跟电影电视里学来的,初时的侥幸心理散去,剩下时间就只能被刑警们牵着鼻子走了。 守了一夜的猴乐家松了口气,疲惫的情绪里,终于是生出了些许的乐观情绪。 抢劫案是刑法规定的八大重罪之一,所谓重案组的称呼,也是由此而来。 对于这样的案件,警局向来都是给予极高的重视的。 去年为了破案,猴乐家素页无媚地跑了好几天,却是没有找到有用的线索。 今次能破案,并且顺利地抓到人,对猴乐家这位刑警大队长来说,也是极有成就感的。 想了想,猴乐家掏出手机,打给了隔壁驻台县刑警大队的黄强明。 林响三声,我谢谢你,黄队长。 猴乐家声音诚恳,黄强明有点愣,我又惹到你了。 没,说真的,真诚感谢。 猴乐家的声音诚恳了一点。 打的是致谢电话,还是不要进入到常见的互对环节了。 黄强明呵呵一笑,感谢什么? 你不知道。 猴乐家一愣,接着莫名笑了起来。 笑过了,才将指纹协查出了结果,并抓到人的情况,讲给了黄强明。 且道,说起这个案子,也是寸得很。 受害人第二天才报警,偏偏当天晚上下了雨,好多证据都找不到了。 当然,嫌犯也放松了警惕,还以为我们把这个案子忘掉了。 呵。 这一次,轮到黄强明沉默了。 几秒钟后,黄强明才缓缓道,这么说来,你们破了一桩抢劫机案。 对,我亲手抓回来的。 替我谢谢你们的很简哈,有空请你们吃饭。 侯乐家笑嘻嘻地结束了通话。 黄强明捏着手机,用镜揣回兜里,转身就上了刑事科学中队所在的四楼。 他倒是要看看,平日里动不动就叫苦连天的很简门,究竟是怎么打野时的。 很简是,严格抱着一只冒热气的茶杯,一边稀溜溜地喝着烫茶水,一边评价着面前的指纹,搞得太模糊了。 皮革上撒了粉刷,怎么想的,现在何才指纹的啊? 严格,王忠,你们长本事了啊,黄强明审视着四周,眼神锐利的像是指流浪猫。 黄对,两名横茧悚然一惊,都站了起来。 你们一天天的,是太闲了怎么了? 黄强明的语气严厉,两名横茧慌的一批。 我们做了什么不合适的事?我们平时经常做这些啊,也没矮骂。 常年做很简的行科队的民警们,受到黄强明的军训的时间少,但也正因为如此,他们更不适应黄强明的眼力。 笔中了指纹是好事,但是,不知道先向上级报告的。 你们的组织纪律呢?黄强明的眉头也皱了起来,凶得像是要杀鼠似的。 严格和王忠皆是两眼茫然,齐齐摇头。 严格小声问,我们笔中了什么指纹? 黄强明这次是真的疑惑了,思索片刻,到,龙立县破获了一起抢劫案,击案,通过指纹笔对找到的嫌疑人。 老侯打电话过来感谢,不是你俩做的。 不是,老严和小王再次摇头,略有些艰难。 找人问问,黄强明干脆坐了下来。 他现在有点破案的感觉了,迫切的想要结果,或者找到一条合适的路径。 严格和王忠只好各自去打电话。 做很简的经常都有协查任务,询问艺术正常。 不一会儿,两人分别挂掉电话,回到了黄强明面前。 黄强明看着两人的眼神,表情就严肃了起来。 二人的神色太郑重了,以至于黄强明不得不产生大量的联想。 我这边收到的消息。 老严可可两声,来到黄强明面前,眼神不自觉地飘向法医办公室的位置。 道,做指纹比对的,应该是咱们队的小江。 江远。江远。 哪个队的? 黄强明一时之间都没队上人。 他是刑警大队的大队长,手下包括多只刑警中队,还有警犬中队,刑科中队和禁毒中队等,全队几百号人狗,对新人并不敏感。 小王道,就是新来报到的法医,长得特别高的那个。 你这么说我就知道了。 黄强明这才将人和名字对上号。 他手底下的刑警过百是没错,法医却是常年一个两个的配置,另一方面,江远的身高也总是让人印象深刻。 说完了人,三人再次陷入了沉默。 做了许久很简的严格和王中满脑子的江湖,帮助其他单位斜查指纹是一回事,将其他单位做不出来的指纹做出来,这就又是另一回事了。 简而言之,斜查指纹并不一定代表着指纹难度高,还有可能是其他单位的指纹库覆盖面不够。 现如今,全国指纹库这种东西其实是不存在的,包括各个省,做的都是只涵盖一部分指纹的指纹库。 所以,大部分做很简的民警,查指纹都是先查自己本事的形式指纹库,查不到在查车管所,或者身份信息等方面的数据库,再查不到,才会找省厅,发协查,请其他单位帮忙。 这种因为数据库等原因而对不上号的指纹,是老颜和小赵所熟悉的指纹痕迹。 而全凭瞒进笔中指纹的,他们就见得少了。 渐渐去,黄强明起身往外走,老颜和小王毫不犹豫地跟上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